對於我來說 攝影就像一個個窗口 會打開不同的世界 讓我去探索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知識 因為會國人背後的故事 都是獨特的 會了解一個故事 就可以代入一個人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今次計劃 跟城市插畫家惠惠 有一個在花園大廈的花媒界記錄 將會在2025年重建 我們希望在重建前 我可以透過攝影 而惠惠可以透過畫筆記錄 事源是一個非謎理機構 去聯絡我的畫友 然後畫友跟我一起 去這裡了解花園大廈的人 是怎樣生活的 因為這裡的樓齡都幾十年以上 而這類的樓 其實是提供一些很好的公共空間 給這裡的居民使用 所以他們的倫理關係都很好 今次畫這裡 其實是想畫居民 怎樣跟這裡的公共空間互動 而我畫的家庭 其實就是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他家裡是住一樓 他媽媽就會有一些很典型的電影畫面 就是自己煮好飯 就會出去家裡的走廊 再叫樓下公園 叫小孩回來吃飯 我就希望可以透過我的畫 去交代這些這麼有人情味的故事出來 因為以前這一帶真的是荒山野嶺 但是後來因為可能城市的土地 不太足夠去用的時候 正式就將這裡發展成為一個衛星的城市 在這裡填海 亦都建了很多的樓宇 或者是一些工廠大廈等等 其實現在時至今日 我都覺得是滄海桑田 其實我成立香港圍尾這個項目 其實我初中就是想記錄這個城市裡面 一些我覺得是未能先決的風景 但是可能是隨著一些事日 是讓我們慢慢地去圍忘 或者是我們遺棄了它 我就希望可以透過相片的記錄 去換成大家的記憶 怎樣去取材或者選材的時候 我都可能是留意一些消息 可能那一區即將有一些重建的計劃 或者它即將可能在那個地方 或者那個店舖會消失的時候 我就會是早一點就去記錄 在我的上面的記錄裡面 其實有不少都會是一些建築物的細節 樓梯的一些紫皮石 水磨石的一些材質 其實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多點留意 我們日常身邊的一些街道的 你走過 但是你其實沒有怎樣留意 這些景觀 通常我在城市漫步的時候 都不似走 都很隨心地散步 當你在那裡漫入 或者你會有些不同的發言 其實我自小很喜歡畫畫的 而我很喜歡畫的是 一些社區人物的故事 其實我最熟悉的系列 就是自己以前駐開的油麻地那裡 我出生去到兩年前 我也是住在那裡 也住了二十多三十年 那裡是有很多回憶在那裡 尤其是我自己住果欄對面 每晚聽著果欄搬運工人的聲音 去工作或者睡覺 我會覺得我跟他們好像在同步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我和油麻地的關係 是共生的關係 畫油麻地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過有多大變動 就是不會估算的 就是想著好好畫那一刻 眼前看到的東西下來先吧 但是發現原來 真的畫了下來之後 隨著時間流小 真的那個地方有些東西沒有了 例如說幾年前山竹打到過來 我很喜歡的一棵黃金樹 可以整棵塌了 小小的元素或者地標消失了的時候 都會令到石區的特色會有改變 但是其實真的預料不到 哪些是會先離開的 所以覺得哪一棵很漂亮 就在捉緊的機會去畫 其實我覺得尤其是香港這一兩年 很多東西都消失得很快 可能有很多舊區的重建 又或者是因為一些老店 他們沒有人去承繼他們 他們慢慢消失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希望可以將當中的一些手藝 或者一些建築的細節 或者一些著人的一些心思 都可以去記錄 或者透過文字 或者口舌歷史的方式 是將他們逐一記下來的